248农学市集的创办人杨汝门 号召农友办了一个有关于农作物的展览 在这个展览里面有小米细滑的触感 有花生香菇浓郁的香味 每个作物你都可以亲自去用手还有鼻子去感受 现场还放了24节气的相关种子 杨汝门说希望大家更认识农村 以及学会善待土地的方式 歌手林生祥在一堆放满农作物的竹筛中演唱 红艺人淡淡的香气 小米细滑的触感 洋葱花生浓郁的味道 小朋友在台下用双手鼻子亲身感受 这是248农学市集举办的农产品特展 看过来美食 看起来什么感觉 很舒服 我觉得我想要透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让小朋友去看到之外 他可以去摸到听到这个声音 原来我们这个豆子掉在那种竹筛上面的时候 他那个声音的感觉的时候 会跟你一般所想象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是透过沟通的方式 让更多人去了解农业是什么 策展人杨汝门说现在都市小朋友 对农村缺乏基本认知 不知道食物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特别邀请农友一起展出在地农作物 达近跟民众的距离 除了实体作物外 还有山栏等植物 染色出的布料 以及各种文创农产品 更配合24节气 在每一个格子里面放上当即种子 你要如何透过一个学习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包含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小孩子 我们今天来看展的人的时候 慢慢去了解到说其实我们是有节气的不同 春夏秋冬的不同之外 你会发现到说你吃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季节的转换的不一样 现场有火龙果香蕉 还有绿茶 还有蜂蜜 杨汝们在现场开心的跟大家分享 农友的在地水果冰淇淋 希望观众能够从各种感官一起认识 爱护我们的土地